品牌 我是北欣 我今年67歲 我在55歲的時候患了骨質疏鬆 我經常幫學生去度高 我自己也去度一下 度度一下好像矮了一點 因為骨質疏鬆不痛 我陪了朋友看骨質疏鬆 我又去看 原來真的骨質疏鬆 而不出來負3.2% 因為瘦 醫生說瘦的人 十個有九個都會骨質疏鬆 我這張額就是人家六歲的哥哥大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因為想一下疏鬆應該會痛 會成的 又沒有痛 又沒有特別的事 我便沒有理會他 醫生說要吃骨藥 要不就打針 對於骨質疏鬆問題 不太嚴重的患者來說 治療方法一般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雙輪酸鹽口服藥物 第二種就是注射仿補骨素針 原理主要是減低破骨細胞的活躍性 令到長者的骨質密度慢慢提升 口服藥物每個星期要吃一次 一個月的份量大約價錢為100至300元不等 而針劑就要每半年打一次 每劑2000至4000元不等 德欣在2016年至今年的4月 先後五次中風 中風之後四肢無力 活動能力大受影響 那時候差到上樓梯就不行 坐下起床就不行 要別人參乎才可以坐下起床 去到骨質疏鬆中心那裡 上榜看看你多重啊多高啊 誰知道我連低起腳上的榜 都上不到 有時候如果外出遠一點 我都會拿怪獎 小朋友上學放學 那些人上班放工呢 我真的不敢外出 所以它跌倒的風險就很高 所以其實跌倒就很危險 因為我們跌倒才會斷骨 所以防跌這個很重要 因為藥物主要就是幫到骨本身的骨質密度 但我們跌不跌倒 那些肌肉力量呢 主要就是靠物理治療師 教他做一些運動 平時去訓練他的信心 他的活動 除了藥物 我們一定要給他一些適量的鈣質和維他命D 配合藥物 配合他定量的運動 骨質密度才可以進步得好 運動來說 如果特別對骨質密度有幫助 我們叫做一些負重運動 我們本身因為有地心吸力 所以我們站在陸地 譬如我們簡單的緩步跑 或者急步行 其實這些本身都已經是負重運動 有就喝奶 每天都喝奶 做房間跌班 做了之後就自己又練 那就有一點力 當你下肢有力的時間 你就會有信心 有些人就覺得 我的老婆朋友都是 老了當然是這樣的 老了當然是縮的 當然是彎腰 駝背 我說不是 可以不彎背 不彎腰 如果你沒有骨質疏鬆的時間 你的骨質又沒有退化 是沒有問題的 暴力沒有人想發生 但 義務制暴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各位講 時代監定 如果用這歌 可以代表我 幫我為你帶